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跑完四場後,進行了壓地 壓完地後,不知道跑道的形勢有甚麼轉變 這場都是這四班,是1600米賽事 起步時,哪些馬比較快 有些想後一點,見到家禄飛驅,就縮到後面 前面見到紅海徑這裡推兩步,想走到前面 但在內側有隻見測群鷹 然後見到對行之聲,內南位置是飛躍精英 然後粉紅色衣服,就是鋒芒勁勞 在內側有亞洲力量 再後一點有馬匹,內南位置有威威鬥士 外面有領頭先驅 再後的馬有贏科超影 還有飛馬將軍,還有中華擅拼 比較落後煤馬就是加樂飛驅 我們看看頭段部速 28秒96 接近29秒有沒有馬動 好,見到真的有馬動 這隻鋒芒勁勞 太慢了,不如應該走前一點 在這時候走上來,紅海勁也頂下去 在内南卫仲有检测群鹰 这三只马就在前面 就是这个锋芒径路红海径检测群鹰 可否顶到回来 在第四位的马匹 就是飞马将军 他都走前了些 对行之星 刚才捕捉慢 有点不规矩 几十头 这里看到潘道又折回去 马好像反应不太好 已经要开边了 最后的马匹 有这个亚洲力量 领头先驱 再扔出去 有这个威威斗士的马匹 好了 转正入直路的时候 带头入直路就是这个锋芒径路 这里还有点点优势 红海径扔得出一点 这里打左边下来 看到它又不是很加速 也是有些均速的 这个时候在内南位置 建设群鹰省了些位置 这个时候超越了锋芒径路 锋芒径路再打下去 追近了些 但追不过去 结果就是建设群鹰爆冷的捧杯 其实何宅瑶最聪明的 你一见到步速慢 锋芒径路都走 怎么猜不到 那只建设群鹰在内南 又赢得到它 省了 赚了 赚了万捕捉 但是风亡径路都赚了 它先走 那你见到其实它被建设群鹰超越了之后 它其实再追回一些 很失望就是那只对行之星 步速慢那里就有点暖 暖浓了 几下头 已经知道不恭喜了 即使是这样也太远了 转弯已经 它本身也千二起家 它应该有一段 它以前千二不是一段很厉害的 转径 其实还没赢上次那一场之前 就跑了1650 如果万捕捉 它也跑得好 是上次突然赢得很出色 就是收姜赢马 以为是否到了这个阶段 搞对了些什么 但是这一场好像很失望 回到来 这里已经大力比了 这场算是很耐力的 潘顿也跑得 如果没有事 这场马就很失望 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里已经打了 不过有一只很厉害的 灰马 逃避区 这么慢步速 早段在尾 你看两只五升四的马 一只加落飞区 一只赢科超影 尤其之前的他 都不够他冲 你这么慢的 他就这样冲上来 第四 抹住了 其实真的很厉害 早段还有一点 捉到他彈一下 灰马 整场马只有他追 因为他步速真的很慢 其实还追得很厉害 看下第四名张照片 就是他了 加落飞区 刚刚到线 分析时间 看看有多慢 头段是28秒96万 第二段也是慢 25秒01 第三至23秒32 没断于14秒06 总时间是1分41秒35 陈家熙终于爆冷 兼蓬杯兼开宅 我们看看他的访问 其实这只马 都不是太容易騎 因为他始终神初姜口 都不是太好 但他平时快度 加落的时候 真的不是太差 这场部速 有个二档 都是打算自己会放头走 但是 从头一至四场 开始 我都和佛列马斯 都有一点点担心 今天会不会放头走 不是那么厉害呢 但是 幸好跑了这场之前 他压了地 所以都有一点点帮助 过往 佳希和佳惠希合作 就比较少了 其实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今次合作的原因 因为他本身想找我跑一只邪马虹空的 只不过可能减了磅 就太轻 就跑不了 副链尖哥就说 那你四班1650那场没有马跑 我说没有 我什么都折 他就说 好吧 那你跑 那我就 机缘巧合之下 就折了 这个也真的有意外的惊喜 是的 还有我都很想 藉着这个机会 多谢师傅 方家柏 因为他由我转了过去到现在 甚至今季都没开齋 比较下风 他都答应大家 会继续支持我 他都给了很多实力马可奇 只不过是 机会 不是太幸运 因为我今季 帮他跑了三个第二 三只多 十八十二档 每次都还是输少少 可能真的在争运 所以 但是我都很想 藉着这个机会 跟我说一声 多谢 陈家熙多谢方家柏 方家柏 多得他不少 他都是风亡警报 不许说笑 方仔都很大方 但是 你可以知道 你赢了一场马力 有多少机缘巧合 第一件事 四班一六五零 分两组 两组的时间差很远 你放在快时间那组 我想你放也放不了 可能差秒几 差秒几 差秒几 第一 第二件事 你这场刚刚放在第五场 刚刚压完地 放头 他自己说一下 压完地 放头有好处 如果你倒转两场 我放在压地之前 那你可能又赢不到 这个也很关键 我想就算 还没压地之前 就算有个晚步速 可能他也不到 这个马 过往的往迹 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赢了一场头马 你看看多少机缘巧合 赢了一场赛事 也算是头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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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灯 中的头马 不是腐轮的头马 中的很硬的头马 这场是很厉害的 这场是六灯赢的 其实看回刚才那场 万众开心 三只六灯马 就包办三甲 你说那些票真的挺厉害的 接着还够 但还是记得 真是一个 突晚步速之下的情况 如果你今天 和前段五班 1650那场相比 那场头三段步速 1分15秒63 这场头三段 1分17秒29 差这么远 所以你说那几只马 积极一点 设置在前面 真的有多好处 是的 就算你锋芒劲路 其实他在这个路程 他也不是很特别 6比0 就是那个万步速 令他到这个路程 所以这场 回去也要很认真去选择一下 回去很认真地选择一下 加罗菲 很厉害的 好了 看下五场继续下来 都是四班 第六场是四班 1200米 回到短途赛事 起步的时候 出得挺齐 看到在内南前锋 挺快 不过这个时候 从戴眼罩精选威 这里已经可以带出头 还是自己一只带出头 在第二位 现在在开变 见到这个晋邮自在 然后有这个金会星星 大概在第三位 接着才见前锋 最后的马匹男帽 就是成钟勇士 接着是内南白色衣服 实力哥 最后的马匹尾五 就是这一只 尾六 就是这个高分数 最后的马 黑色衣服 就是这个暴风神 在他开面有一只银俊 接着的马匹 就有这个晋先生 金庄令 然后内南位置 就是这个龙的风彩 好 看回前面 精选威是否还是自己带武马在旁边 真的是 还是自己带出头 晋邮自在 就在第二位 金会星星在第三位 都在大力 在他开面有 蓝色帽子 就是成钟勇士 实力哥在哪里 在成钟勇士内側 慢慢移出去 在外面冲的 还有这个高分数 不过已经是去到最后一百米 这里一直打住 精选威 还是先占 武马可以接近 金会星星 这里打多两边 再推下都追不近 反围追得近一点 成钟勇士 得到第二 潘顿这场热得很厉害 结果连皮疙瘩 当然马本身有缺点 上一次其实都已经是 它闪了 一会儿看一会儿闪了 一会儿看一会儿闪了 就不是很值得那么热 结果连尽优志在都过了 有点资料不合 那回来是弱点 其实马的小子也是弱点 他不是很成熟 马还有一些片 不过你想不到 他就正选威 突然可以放头 没有想过他可以这样跑 在前他也没有特别 打算放头 不过也是霍宏星执生 我以为成钟勇士放 他试杂都放 如果他放的 如果他放的可能会好些 我就是被他刺爆了 我以为贴这四六十 那现在就是成钟勇士 他刚刚成钟勇士 硬着你 真的 他原来后上 他又走得挺好 因为资前试杂 他放在前面走 回来不多 霍宏星有没有继续 再有 停了两边 再有打的 有打的 但又买了一些片 再有打的 看看第三名张照片 虽然一直 其实都落力 潘顿其他 不过 尽忧自在在里面 银点 拍到第三 看看分段时间 头段23秒76 第二段22秒72 二部段23秒7 总时间是1分10秒18 那我们又做了个访问 我们看看马主的访问 其实我们转移到 尝试反而四 其实也有些征兆是OK的 因为之前那季 一路有腰伤 都一路都好不到 就休截了整季 他上次跑到第四 也跟我们说 马不错 应该有些机会 他加了眼罩 因为expect不想太后而追 但是没有想过放头 可能因为这些场话 没有什么补处 所以可能霍宏星就选择 没有人戴 就自己选择自己戴 所以其实我们都很担心 一路跑的时候 因为他从来没试过放头 都怕放不到 今天很幸运 之前这匹马就是威师傅 然后转过去短暂时间 转过去黎昭晶 之后又转到阿妈 其实跟阿妈的缘分是如何 那两个人不能进去 没有 其实买一只马的时候 马上也有说阿妈是不错 有什么事 所以我们有没有兴趣试一下 因为他始终有伤 所以就给他一些时间 结果就有惊喜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他根本没有放过 精选威根本 都放得到 如果你说成忠勇士放头 可能他赢也不顶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如果成忠勇士放 可能精选威就跟他 都是赚的 我想他们都会 还有数据上 沈乘成的马 急先锋 那些初出马 可能最近那几只不太行 那大家就冷却了 那个疫情 因为他的周围很荡 我看到他试习有些速度 那只马 是啊 所以都长远来计 可能如果看到 沈乘成的那些 谷草初出马 有些赔率都是跟好一点 那林祥的拍档都说 这些是短途马 要跟沈乘成这只 叶苏翰那只长途马 没理由 叶苏翰那只 叶苏翰那只 那只试习都没好过 那只想到没想过 那只很难过 那只很难过 又狼那只 那只 其实你赛前看得很弱 所以这些初出马 都会想到弱 所以这样想到 尽忧自在那些 因为他这些 都是会赢这个路程的马 其他都是弱组一组 前锋 龙低风彩 这些是尝词突如其来 有个好档可以放在前 这次出集晚 就缩在后面一步 都没看 那晚是伟达很好的成绩 那晚又是一组弱组 所以那些绩子 又不是很可靠 前锋 上季都说过 比较阵也赢不到 比较阵 比较阵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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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六场 你休息一会